先生你這樣剪 你不是台客劇場導演嗎? 對對對 你剛好在進階是不是? 剛好 我看你剛剛那個剪垃圾的動作 你可以再重播一次嗎? 重播一次 你剛剛這樣 我剛剛就剪 聽聽聽 這個動作很容易受傷 所以讓我來教你一個正確剪垃圾的動作吧 歡迎收看運動街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今天我將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在拿重物或是剪取垃圾的時候 減少你的腰的負擔 大家應該有看到開頭導演往下彎剪垃圾的時候 腰沒有呈現很打折的狀態 這個時候如果持續做這個動作 做久的話 對於他的腰負擔的情況就會開始出現喔 所以今天我將要教大家 怎麼樣可以正確的彎腰拿取重物 還有彎腰剪取垃圾吧 好那第一個我要請導演幫我示範一下 怎麼樣是錯誤的方法來拿取東西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在沒有經過訓練的方式拿 可能會像導演這樣 彎腰的時候 腰呈現一個C字形 那在這個時候 你的腰會進入一個完全伸長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腰持續這樣的動作做久了之後 如果有一個戴長的情況出現 你的腰就會開始出現痠痛 所以這樣是一個錯誤的動作 那我們請他試做一次拿起來的看見 一直搖一搖 對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拿取重物的話 你的腰桿打直 那你往下彎的時候 背肌出力的情況 不會導致你的腰在做戴長 那這個時候才是正確的動作 所以拿起來的時候 應該要腰打直的拿起來 然後錯誤的動作會像這樣 腰會往下彎的 直接起來 這個時候力量都會是腰在出力 那就不太好 好 那我們來採訪一下導演 剛剛在第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背呈現C字拱起來的時候 腰的感覺怎麼樣 懶懶的 懶懶的 會覺得腰會腰出很大力量才起來嗎? 尤其是比較重的時候 我覺得不會馬上動啦 可是可能好幾次就會開始痛了 好幾次 那第二個動作 你的腰桿比較呈現打直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感覺怎麼樣 讓我回想 在Gym的時候 因為它有點像Deadlift 對 它就是那個Deadlift 就是姿勢好 姿勢比較 腰桿打直的情況 你的腰負擔應該比較小 對對對 所以記得 你在撿垃圾啊 或是你在彎腰拿取東西的時候 你的腰的直線位置是很重要的 不要讓你的腰呈現有代償的動作出現 避免 避免受傷 對對對 好 那前面這些就是教大家 你的腰不容易受傷的 撿取東西 還有拿起重物的方法 那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 但是大家看到我身上的衣服 應該有看到我偷偷在打廣告吧 進階台客劇場 所以我們在9月22 將跟台客導演合作一次的進階活動 那活動詳情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詳細啊 就是9月22號 原本是下禮拜 可是可能會大颱風 那我們就選一個希望是好天氣 然後大家選一個 我們會選一個台北的很方便大家會合的地方 從這邊開始 我們會跑大概2到3K啦 對然後大家就是用對的姿勢 來撿垃圾然後跑步 對對對所以之後9月22記得鎖定 台客劇場的粉絲專業 還有我的粉絲專業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們當天活動詳情 那詳細地點之後會再公布 記得在9月22先把時間空下來 跟我們一起進階路跑吧 期待到時候看到你們 那我們就9月22見啦 掰掰 掰掰 本集感謝跑者視角贊助播出 音樂 音樂 音樂